他爸把人特别好 他是做什么的呀 开出租的 你爸爸回来吃饭吗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玩游戏 你赶紧洗手了 怎么吃饭了 小野 爸 这是小穴 叔叔好 我叫安芝雀 你好 你好 饭好了 洗手吃饭吧 好 洗手吃饭 汤来了 给我给我 我来 行 爸 你做那么多菜呀 油盐那么大 对肺不好 孙媳妇来了我再露一手 又不是甜甜做 赶快洗手吃饭吧 好 洗手 洗手 谢谢外公 反正了 就可以当设计师了吗 现在还是助理 不过已经可以参与 设计项目的竞标了 这周已经提案了 通过了吗 还没 我继续提 你们那是私企是吧 是 但还是很大的 有自己的卖场还有工厂 这个私企啊还是不稳定 发展中的变量很大 不好说呀 企业发展得好不好 不在乎是国企还是私企 是不是啊 有的大学生刚毕业 就自己创业了 社会上新兴行业那么多 随时都有机会 对 现在互联网什么的 发展得都很快 对 那小雀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呀 我打算自己创业 她想开一间咖啡馆 地方都找好了 咖啡馆 对 我从高中开始兼职 我会做好多烘焙咖啡 现在打算和朋友 开一家自己的 合伙开 算是吧 她做主播 我们一起 是什么主播啊 就网络直播带货那种 卖什么护肤品啊 还有什么吃的喝的 反正什么都做 就是跟之前那个 电视购物一样 对 电视购物啊 对 就我们都是从那些 正规的工厂进的货 进来的都是精挑细选的 那你到底是做主播 还是开咖啡馆啊 我开咖啡馆 我朋友做主播 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能平摊那个房租吗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互联网大数据分析 那专业不错呀 那怎么不找个 对口的工作呢 我喜欢那个 我就想试试 你爸妈都同意啊 我爸爸挺支持我的 妈妈呢 我妈妈去世得早 我们家就我跟我爸俩人 你爸爸不容易 一个人 还把你培养得这么优秀 他真是了不起 他爸爸人特别好 他是做什么的呀 开出租的 等我吃饭吧 菜都凉了 别顾着说话 马上别走了 就住在我这儿 房子大 陪陪我 好 谢谢 爸 我给你吃饭了 好 嗯 找个单亲家庭的 还是有什么开车的 自己也没个像样的工作 真是不知道小拓怎么想的 怎么孩子找对象的事 你都不过问的吗 嗯 问了 他没跟我说这些呀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人 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 你说能给他未来的发展 起到什么帮助作用 这不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吗 到那个时候再说就晚了 他都那么大了 那我还能跟他说 你应该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啊 你是当妈的怎么不能说呀 你不能让我去说吧 我说他也不听啊 那张院长的女儿条件多好 听吗 非要找这么个门不担户不对的 往后在一起 那就是 那就是互相消耗 参加是有黄外药继承吗 还是有百亿家产 你说什么呢你 找个人好的不比什么都强 是跟我哥过日子 又不是跟你俩 小孩子懂什么呀 你俩懂 你俩过得好吗 大人说话你跟着插什么嘴 这爸妈说觉得我家里情况不太行啊 还有啊 谁说了 你没感觉到吗 不能 我爸妈就是说话严肃了点 别瞎想了 我说会不会不同意咱俩的事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帮打鸳鸯啊 你今儿电视剧看多了 不是 你真没感觉出来吗 完全没有好吗 我害怕我说错话了 来 爸工呢 去他秘密基地了 他还有秘密基地呢 一会儿带你去看看 行啊 不请神秘 这就是他秘密基地 进门这是不是都没看见呢 没注意吧 没注意 来工 嗯 好上时间没动这个东西了 今天给你们做个小玩意儿 大工 你这也太帅了吧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被吸引 就想着长大以后 也要成为一个厉害的匠人 就想想 我都没见你做过呢 那我今天给你展示一下 快来 转过来 好了 去吧 小雀 你觉得照我这个木工房的样子 弄你咖啡馆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啊 行吧 小冬 我们要是把咖啡馆还原 成外公的木工房 就打造那种手工质感 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他摆上 多酷啊 听起来是挺特别的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我觉得可以